本周的电影介绍带你来看到两部发人身形的影片 一部是将藏人为了要追寻宗教自由出走他乡的真实故事 搬上大萤幕的电影《远离西藏》 还有另一部是描述在刚果首都 由将近一万名的孩童流落街头 生活在贫困中的电影《惊吓杀孩子》 德国学生乔安娜远赴西藏攀爬喜马拉雅山 为了完成母亲的魏晋寺院 却依外与西藏的传门们有了名义的羁绊 有很多理由去迪远 最多人是在Himalaya 是一招到自由的 即使要冒着生命的危险 每年落入许多帐门前夫妇忌 攀爬世界最高峰 就为了投奔自由的国度 其中有三分之一是儿童 因为父母们希望他们能在更好的环境下成长 这些人的意思是什么 我已经失去每天的兵兵 以中共政权做抵抗 导演不为真意远赴西藏 呈现赵人出走他乡的真实故事 这部探讨信仰与人群的电影 被德国电影节选为观众票选最佳影片 在刚果首都今夏沙每年都有三万名儿童 被控使用巫术遭到家园驱逐 这些流亡激头的孩子被当地称为下谷 绝大多数都成了社会边缘问题而同 最后要人一起工作 全要给。。。 很好用身后 我在这间的婚伍 于是他们组成了乐团 要唱番金下沙 摆脱厄运 最后,这下先交哗 在片中出現的孩子都是 姊姊姊的兒童 軍事演出 其中一位孩子雷秋母萬丈 後來被另一位導演像中 拍了《戰地巫師》 絕不定 只是歲就拿下《柏林音展》的 全家女主角 絕對擺脫貧窮 是她最愛的野獄事業 現場給她電視《台灣台北》 正式報導